巨大船舰停在菲律賓海巡隊的船隻旁 上面清楚寫著中國海警 鏡頭一轉左邊還有一艘 8號菲律賓海巡隊船舰在南海徵義島礁仁愛島 進行物資補給任務 遭到8艘中國船隻刻意逼近 另一段畫面可以清楚看到 中國海警的船直直開向菲律賓船隻前方 稍有不慎就會撞上場面十分危險 專家指出中國海警的行為 就座船頭穿越 已經違反兩項國際航行規則 中國不只惹毛菲律賓還踩到英國紅線 在印度舉行的局團體上 英國首相蘇納克跟中國總理李強進行場邊會晤 兩人首次交手 蘇納克毫不留情 一開口就提英國國會間諜案 要中國不要試圖吸收英國官員進行間諜活動 英國警方9號逮捕國會助理凱西 他涉嫌為中國政府蒐集情報 在國會北京政策工作小組工作 跟外交委員會主席 還有現任安全事務國務大臣都有密切關係 目前整起事件已經進入調查 如果判決有罪 這將會是英國近期最嚴重的國安漏洞 必定讓中英兩國關係更加緊繃 都是新闻國安漏洞綜合報導